人體實驗室胡哥來測試 各位女性官的朋友 乳癌是國內女性 耗發的癌症之一 所信件醫藥要進步了 藉由放射性治療或是切除掉 都能獲得完好的控制 但是乳房醫生切除 對女性官的朋友來說 管在生理心理上 都會造成極大的創傷 沒有關係 現在的乳房重建 可以解決掉問題 最新的乳房重建的方式有哪些 又該怎麼樣來重建呢 跟著我一塊到 醫美中心的乳房重建中心 其實我了解了 教授你好 胡哥好 好 請坐 我們今天想關心女性官的朋友 與關心乳癌切除 還有乳房重建相關訊息 對 可以告訴我們一些相關訊息 好的 沒問題 那所謂的乳癌 或者所謂乳管 就是裡面的乳腺的管狀細胞 產生癌症 古時候的治療方式 就是要把整個切得非常的乾淨 包括皮膚 乳腺 淋巴全部切除 但是這樣都會產生很大的後遺症 病人的手 可能水腫 整個變形 外觀都變形掉了 產生心理很大的衝擊 如果發現了藻 它可以行部分的切除 然後加上放射資料 或是全部的切除加上重建 這是現在大部分的概念上 所以重建有哪些方式 一旦這個乳腺被拿掉以後呢 我們希望 所以我們看到保留皮膚對不對 是 甚至可以保留乳頭 乳育 那保留下來 這裡面需要一個東西來填充它 來維持它的外型跟自然 那我們可以選擇的東西 包括自己病人身體上的組織 舉例來講 小腹 屁股 臀部 大腿 自體的組織 背後啊 等等 那這個好處是 自體的組織它不排斥 它可以有久 可是它的缺點就是手術時間長 它需要一個長長的刀疤 大部分80%的病人呢 他會選擇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用所謂的果凍 對 我現在看到 周美妖有這是光面的 這是有點粗糙的 這個粗糙的 怎麼樣區分 或是更有功能不同 那這些的選擇 存配就要看照 病人的身體的狀態來做 基本上瘦高的人 或是非常矮胖的人 他的乳房基本上不是圓 所以這時候 可能水滴型會更適合他 但是對80%的女性來講 一般中等身材的話 圓形的果凍就可以了 那有些人害怕 開完刀以後的疼痛 他不希望 比如說 他希望說這個乳房 可以不用按摩 那可以融合一體 那這時候龍毛摸面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龍毛摸面 他的凹凸的不平 會跟身體做一個完成的結合 所以他會有良好的固定的效果 那最新 現在最新的乳房重建的方式是什麼 現在最新的 我們會提出的 所謂的Hybrid 融合式的 融合了自體脂肪 加上果凍的重建方式 我們從病人的身上 抽出一些自體的脂肪 把它填充在這個位置 讓這個位置更加的飽滿 這是一般的果膠 是沒有辦法達到的那個 是的 果膠因為它受限於它的形狀 所以在這個邊緣的位置 容易有時候觸摸得到 它沒有 對 會空空的感覺 或有一些表面的不規則 那這個表面的不規則 這個我們可以藉由自體的脂肪 那達到一個融合式的重建 那這樣可以讓整個的乳房 看起來更逼真 觸感更好 好 謝謝教授 各位女優官朋友 異宇的乳房重建 不僅傷口小 恢復時間短 而且可以恢復到原來的胸型 更重要的是 不會導致乳癌復發 乳癌的有關朋友們 一定要藉由乳房的重建 活得更久 更長 而且更有刺刑 更有尊嚴 我們人體實驗室 測試完成